我将掌控你的灵魂 我的夫人渴望鲜血 让我们并肩作战 现在有我同志 Piers 倒塌二 英雄教学 灰烬之灵 烈火护体 一人一拳 攻坦不得 斩转腾罗 收课结束 灰烬之灵的初始攻击力非常优秀 加上优秀的捕刀手感 令它捕刀相当舒畅 三维基础属性虽然不错 但属性成长令人堪忧 加上护甲的劣势 使得灰烬之灵在前期较为脆弱 虽然灰烬之灵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火焰之神赐予它的技能 还是能令它驰骋沙场横扫千军 炎阳锁 灰烬之灵释放出火焰绳索 将敌人缠绕三秒 令他们困于原地造成最高300点伤害 炎阳锁释放后 会对400码范围内的随机两个单位造成束缚 而且束缚属于缠绕类型的控制 可以打断所有的持续释放类技能 被困住的单位 依然可以使用大部分的技能 普通攻击或者物品 像拥有闪烁技能的敌法师和痛苦女王 一旦被缠绕将无法挣脱 在被炎阳锁控制后 我们可以使用净魂之刃 将效果净化 但只有来自友方的净化效果才能有效 炎阳锁的作用 需要敌方单位出现在我方视野内 若对方使用隐身 或者在阴影之中 便无法作用到该单位 释放炎阳锁时 我们可以利用技能生效范围的边缘 碰触想要控制的单位 这样的小操作 可以令我们不必因为单位过多 而影响技能释放的成功 无影拳 灰烬之灵以燎原之火的速度 对攻击木标区域内所有敌人进行斩杀 随后返回所在为止 对英雄造成自身攻击力 并附加最高80点额外伤害 而对于非英雄单位 则造成自身攻击力的50%的伤害 无影拳的附加攻击 是直接加在灰烬之灵 现有攻击力之上的暴击效果将计算无影拳的附加伤害 无影拳最高拥有550码的作用范围 只要被灰烬之灵选中的目标 即使在释放后 目标单位走出了范围 也同样会被无影拳追踪 无影拳会在每个单位上停留0.2秒 在斩杀过程中 灰烬之灵处于无敌状态 利用无影拳的无敌时间 可以躲避大部分技能 无影拳使用后 随着英雄的消失 敌方仇恨值也随之消失 所以在越塔强杀 或者被单位围攻时 我们可以利用无影拳 清除仇恨 降低自身受到的伤害 无影拳可以击中阴影处的单位 但面对敌方隐身和虚无单位时 无影拳就显得较为无力了 当灰烬之灵拥有离子外壳 灰烧等效果时 在无影拳中依然会有这些效果 若装备了拥有攻击特效的装备 如暗灭 狂战斧 漩涡等 也同样会在无影拳中触发 我们在释放无影拳的过程中 可以对敌方使用物品 例如大云锤 我们可以利用无影拳使用 而对自身使用物品时 很多物品便无法使用 在无影拳期间 我们可以释放技能 由于炎阳锁 施法距离较近 我们可以利用无影拳靠近对方 利用炎阳锁进行控制 这是灰烬之灵非常常用的连招技巧 烈火罩 灰烬之灵用火焰之环将自己包裹起来 在20秒内 吸收最多500点魔法伤害 并对400码内的敌人 造成每秒60点的火焰伤害 当烈火罩被打破后 伤害效果也会随之消失 烈火罩的魔法吸收 优先于魔抗计算 例如 斯文的三级锤子 刚好250点伤害 两个锤子砸向带满魔抗的灰烬之灵 仍然能够将烈火罩打破 灰烬之灵在被黑鸟星体禁锢 暗影恶魔崩裂禁锢后 烈火罩仍然能够在外界生效 对周围敌方造成伤害 净化效果会将烈火罩直接清除 当遇到风胀 散尸 或者卡尔等拥有净化能力的物品或英雄时 我们不要急于开启烈火罩 以免自身被直接破除一个强力的输出技能 残炎 灰烬之灵拥有三个火焰之魂 可以将其释放成为自身的传送目标 当选择残炎传送时 灰烬之灵会迅速的飞向残炎 并使残炎爆炸 每个残炎爆炸会在450码范围内造成最多200点魔法伤害 当有多个残炎存在时 灰烬之灵会依次引爆其他残炎 最终传到选择的位置 残炎是通过自己选择传送的 会传送到点击的残炎上 当点击地面使用时 灰烬之灵默认传送到离点击位置最近的残炎 残炎拥有1500码的释放范围 可用于逃生 歧入 并且无视各种兵型 残炎的持续时间长达45秒 并且拥有400码的示意 用于侦察有着不错的作用 在隐蔽处释放残炎 保证了灰烬之灵代谢与团战时的安全 剑击部队可以立刻传送到宝 在带线过于深入时 树林是残炎很好的庇护场所 释放残炎进入树林 不会破坏树木 令敌人无法寻找残炎 然而在传送过程中 灰烬之灵会将路径上所有的树木破坏 在被人追杀时 我们若想释放残炎逃跑 树林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跨越地形逃跑才是我们的最好选择 残炎的释放速度为自身的2.5倍 若自身被减速 残炎的速度也会变得十分缓慢 灰烬之灵被斯拉克暗影突袭拉住 并无法移动时 残炎也是无法移动的 这会令灰烬之灵相当尴尬 当遭遇这种窘况时 我们不必慌张 在无法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身后点击一下 再转身向前释放残炎 就能顺利释放出技能 躲避斯拉克束缚 残炎在传送过程中是无敌的 利用这点 我们可以躲避很多致命技能 TP和残炎是一个十分好的搭配 利用放置的残炎 我们可以TP回程 补充好状态后 继续回到线上发育 在残炎飞行的轨迹上 点击神符 也能够做到吃掉神符 或装取神符的作用 但是只有双倍神符 无法在飞行状态下激活 需要多多注意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套 灰烬之灵常用的 干个技能搭配 我们一般先释放两个残炎 到目标位置 引爆残炎 打出爆发 开启烈火盾 然后尽量贴住敌方英雄 使用普通攻击进行输出 炎阳所与剩下的残炎 我们先留住不用 等到敌方意图逃跑时 再使用进行控制或追击 加点思路 炎阳所在三级的伤害 拥有质的飞运 但并没有控制时间的成长 此时我们优先考虑控制时间 点到二级就足够了 无影拳是灰烬之灵的招牌技能之一 拥有非常强的作用 无论躲技能 增加伤害 都是灰烬之灵的制胜法宝 烈火罩 是前期灰烬之灵 伤害与生存的来源 主点此技能 提高持续时间 增加自身推线能力 对线期方便空服 残炎 只拥有伤害的成长 作用不变 在六级点出一级后 可以选择其他技能补满后 再补完大招 下面推荐的这套加点 足为应付大部分局势 十分实用 前期我们主点烈火盾 增加自身打前推线能力 两级的炎氧所 拥有最高的性价比 六级时 点出大招 增加自身切人能力 方便游走 也可以放置残炎 回程 补充状态 保证限少发育 七级 我们可以选择烈火罩 但有需要TC2连时 我们可以先点出一级 无影拳 八级补满烈火罩后 开始炎氧所 与无影拳对点 在十四与十六级 补满大招 满级烈火罩 在前期为我们提供了 不错的团战输出 与生存能力 并且打前推进能力 都十分不错 弥补了灰烬之灵 较为脆弱的劣势 装备路线 由于灰烬之灵的身板 比较脆弱 在对线期 穷鬼盾是必备装备 我们可以直接穷鬼盾 一树枝 出门 让队友养一到两棵吃树 在对线过程 我们选择迅速运出一组吃树 使得自身能够站稳中路 得到良好发育 魔瓶的出现 弥补了灰烬之灵 魔法不足的弱点 为自己控服GANK 提供不错的续航 树枝合成大魔棒 对于经常参战的 灰烬之灵 帮助极大 鞋子 我们选择向位鞋 加速与攻击力 都是灰烬之灵 十分需要的属性 在压力十分大的情况下 战虎是非常适合 灰烬之灵的装备 属性的堆叠 令灰烬之灵脆弱的身板 得到了支持 至此 前期装备基本完成 中期的狂战斧 无疑是最适合 灰烬之灵的装备 无影拳继承的剑射 并且也提升了 自身的打前速度 魔法与血量的恢复 也对缺魔的灰烬之灵 帮助极大 水晶剑的出现 提高了攻击力 并且可以打出 致命遗击效果 打前的速度 和团战的输出 都有所提高 后期将其升级为 戴达罗斯之商 更加令人畏惧 后期的灰烬之灵的 主要输出手段是 无影拳 所以叠加攻击力 或是提升 自身生存能力的装备 是首选 分身斧 提高了不错的属性 还可以提高 移速攻击力 而且 令灰烬之灵 非常头疼的沉默技能 也能够解掉 是不错的选择 狂战斧的堆叠 对于无影拳的作用 非常大 能够打出 更高的剑射伤害 夺把狂战 在无影拳中 能够打出超高输出 飞血 能够使得 本身带一些能力 就很强的灰烬之灵 更强的牵制能力 移速的增强 也能在混战中 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圣剑在手 谁与争锋 是冷笑握剑 直入敌营 或是背水一战 坚毅决绝绝 都只在眨眼之间 既然杀意已绝 那么 无需多言 进阶技巧 灰烬之灵的连招反多 而用好这些连招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合理的判断使用尸击 能使得灰烬之灵 更加无人可挡 无影拳 配合 炎阳索的TC2连 是灰烬之灵 非常常用的技能配合 通常的操作失误 是由于玩家 没有判断好 无影拳的施法距离 导致没有按出技能 我们可以通过 鼠标上的小人 判断技能 是否在施法范围内 在施法范围 使无影拳 可以直接使用出技能 此时 我们只需流畅的 按出两个技能 便能完美的 按出连招 残烬与 炎阳索的配合 可以在飞行过程中 释放炎阳索 将敌人困住 追击或逃跑的情况 都有不错的效果 在残烬的飞行过程中 我们可以利用 无影拳 停止飞行 具体的操作方式为 激活残烬 并迅速选择 飞行轨迹上的一个位置 释放无影拳 释放位置必须有两个以上 敌方单位 通常可以直接按野点 或者兵线位置 由于操作过难 这个连招不常用 但是 用好这个连招 会打出令人 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团战中 我们需要冷静判断 选择适用的连招 不能一味的为了 打出连招而刻意使用 灰烬之灵的大招 拥有非常好的 机动性与战略意义 并且 其他技能的高额伤害 在前期都会对敌方 造成致命打击 此战 我在河道控服 偶遇敏捷亚龙 但状态太差 只能逃跑 补充状态 他不依不着地追击 使得状态补充完的 我起了杀心 直接开启猎火盾回头 敏捷亚龙的法球 使我攻速移速 大打折扣 神感不敌的我连忙回头 但我已逼死 临死前 冷静丢出残岩 拨日试者继续追击 可他在两人的合围之下 落尽下风 很快便雪亮见底 此时 我果断买活 传送解救 阴阳所控住两人 可圣堂刺客赶来 击杀了末日试者 即便对方三人 但我既能伤害足够 没有多想 我回头反打 在沙王穿刺的一瞬间 我打开烈火盾 抵挡伤害 利用残岩 追死白虎后 回头反打圣堂刺客 圣堂刺客不敌 使用隐匿套盾 对于这种欺骗自己的行为 我只能用炎热的烈火 满足他 潇洒转身了 残岩在回尽之灵死后 也不会消失 利用残岩的全途传送效果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支援战场 回尽之灵身板过于脆弱 对于控制和沉默 十分畏惧 想要打出高额伤害 一定要选择好切入时机 而不是盲目冲入敌营 此意 我本在下路带线 突然信使被杀 我意识到野店有人 呼唤队友前往 当对方站位叫好 不适合直接切入 我站在战场外围 使用无影拳消耗 双狂战加大炮 直接将对面脆皮英雄 打成三血 但我方正面节节败退 我继续寻找位置 释放无影拳 这一击 将对方全员打成三血 我直接残岩切入 伤害瞬间爆炸 完成三杀 罚条件队友顺唐 想要提皮逃跑 但我炙热的双刀 没有留情 手起刀落将其一并斩杀 灰心之灵在团战中 不适合与对方英雄对刚 在后方使用技能 选择好切入时机 是灰心之灵强大的杀器 感谢您收看Heroes 刀台二英雄教学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